为促进台日友好关系,打开世界之窗,让世界看见台湾。 总会设在日本,首度在台湾举办的世界年度夫人选美MRS与Mr. of the Year活动。 2024年5月31日,在台中珍爱花园饭店举办台湾大赛总决选。 参赛嘉丽们经过洋装手语秀、Lala体雕服装秀、机智问答、个人才艺表演等竞赛项目, 充分展现自身的优点,由台湾及来自日本共15位评审,评选出各组冠亚继军等优胜者。 2024年6月27日,将代表台湾赴日本东京参加世界大赛,台中市议员刘士舟、朱暖英亦亲自出席代表台中市议会表达支持。 世界年度夫人选美台湾大会总会长徐玉善表示, 世界年度夫人选美大会今年主题是不给自己设限,不断挑战自我,不分年龄,不分国界大赛设18至40岁杰出组, 41至60岁为璀璨组,61岁以上为典雅组,今年度在台湾首度举办,得到各界的肯定、赞誉与支持。 主办单位指出,大会所设置的最佳公益大使奖项,由璀璨组参赛者,目前担任台中市希望爱生命关怀协会理事长王立佳夺得。 我们的世界年度夫人选美大赛是来自日本的品牌,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女性不分年龄,不管是从18岁到40岁,41到60,61岁以上,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正能量的女性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样有意义正能量的活动。 由于王立佳二十多年来,长期投入弱势生命及流浪动物救援收容,协会会晤连续三年,得到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动保处等多个政府单位,评定位纪优单位。 经大会评审们一致的肯定,选评王立佳为世界年度夫人选美大会最佳公益大使殊荣。 记者邹志忠报道。 本世界年度夫人第一次在台湾举办,这么大的盛事值得大家来参与,有别以往的选美,我们更添加了教育跟意义,所以期待欢迎我们台湾所有的婦女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么我们今年度首次的举办,现在就已经在规划明年度的活动。 我想明年度,我们预计的地点会在台中,在台北,只有这个台北世贸这个场地啊,能够跟世界接轨。 让国际看到我们台湾的选美是多么的不一样。 期待明年的台北世贸,日本世界年度夫人的选拔。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